这是一台莱卡M3旁轴取景相机 在它的正面有一大一小两只明亮的眼睛 这是一艘旧日本海军的大核号战略舰 在它的舰桥顶端也有两只左右伸出的大眼睛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是干什么用的 我是百科全素火箭素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它叫做光学测距仪 是用来测量距离的 相机测距是为了排出清晰的照片 而战略舰测距就更加重要了 是为了打中敌人的要害 射击这个东西很大程度上是个概率问题 哪怕再厉害的狙击手用再精确的狙击枪 都不太可能把前后两发子弹打在同一个孔里面 所以就有了命中区这个概念 它是指打把石从子弹落在把子上的最高点到最低点之间 这样一个被允许的误差范围 而舰炮的射击还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打击的不是一个二维平面 而是一个三维空间 一艘战舰在水面上既有宽度也有高度 舰炮的落点既可以是压在目标战舰的宽度范围之内 也可以划出目标战舰的宽度范围之外 此时弹道的延伸轨迹虽然会落入到距离目标稍远的水当中 但实际上还是可以命中目标水线以上的部分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说明 在两公里开外 有一艘宽度为30米 先高为10米的敌舰 我们向它开炮 弹左脚为19度 从途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左侧和右侧两个弹道都是可以命中目标的 右侧弹道延伸到水面上的落点 同左侧弹道在水面上的落点之间有53米的范围 实际上是大于敌舰的宽度的 这个宽度叫做危险区 它代表着舰炮在设计时被允许的最大弹着误差范围 显然越大越好 打30米宽的船却有着53米的误差范围 这样看起来打舰炮好像更容易了 其实不然 只要稍微琢磨一下就会发现 危险区的大小跟弹左脚的大小密切相关 弹左脚越小 危险区越大 射击误差允许的范围也就越大 而弹左脚越大 则危险区越小 就越需要精确的瞄准了 等到它去向于90度的时候 危险区几乎就只剩下一个健身宽度的范围了 那弹左脚的大小有什么决定呢 有两艘舰之间的距离决定 距离越远越需要打高炮物线 弹左脚自然就变大了 难怪早期打海战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凑劲了打 但后来各方的武器都在不断升级 交战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 这样也就把危险区越压越小 留给射击误差的范围也就说声无几了 怎么办 那就只能提高测距精度了 重任交到了我们视频一开始说的 光学测距鱼上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大和号上的测距鱼 我是没法给大家扒开的 但莱卡上的测距鱼工作原理 跟它几乎是一样的 可惜我有点舍不得拆开 没关系 那就换一台佳能的经典旁轴相机 虽然测距鱼的构造简单了点 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近了点 但还是可以说明问题 我们就拆它了 它的原理大概是这样的 这左右两个孔都能够成像 主孔的成像直接来到取景器 小孔的成像通过两面斜面镜 反射到取景器里面 所以取景器里面实际上是可以看到 同一样物体的两个影子的 它们原本是戳开的 因为一左一右两条光路是彼此平行的 但是小孔里面有一个透镜是可以转动的 它能够将原本平行的两条光路交叉起来 而交叉点出的影像在取景器里面看起来 就完全重合在一起了 你看剩下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几何问题了 把交叉点 主孔小孔连接起来就会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直角底边长也就是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 以致直角高和斜边之间的角度 也就是刚才我们转过的小透镜的角度 以致代入公式一算 直角高就出来了 而它不正好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离目标位置之间的距离吗 当然实际上我们啥也不用算 因为只要是转来将两个影像重合在一起后 从刻度上我们就已经能够读出距离了 这个测出来的距离相当精确 而且会随着两个眼睛之间的间距拉大 也就是直角三角形的底边边长拉大 变得更加精确 它叫做测距基线 大和号上的测距仪之所以要左右伸出那么宽 就是为了获得足够长的测距基线 而把莱卡跟别的旁轴相机放在一起看 你也会发现它的测距基线是人家的好几倍 难怪价格要多那么多倍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关于舰炮设计和光学测距仪的知识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知识讲给你听